现场最新的消息 综艺大哥这个张飞啊 最近双喜临门啊 这个小儿子张绍槐 之前传出来说 跟小女朋友已经登记结婚了 但是依照习俗 今天有女方先办订婚宴 现场的情形 连线记者谭若瑜 看一看飞哥是不是笑得很开心 若瑜 是的主播 今天呢是张飞的小儿子 张绍槐举办订婚宴的日子 不过呢由于这个订婚宴 是以女方的亲友为主 所以现场规划的比较低调简单 也没有看见呢其他的艺人来出席 不过可以看见的是这个飞哥张飞 她的脸上非常的开心哦 是挂满了笑容 那么来先来听一下她稍早的访问 他们两个一结婚呢 那马上又要有小孩呢 我的辈分就向上提了 将来要做节目干什么 就会有一点不太方便 女方呢 新娘子我非常喜欢她 非常的乖巧 这个像一张白纸一样 今年只有20岁啊 一开始是有一点这个担忧 但是后来相处之后觉得这个家教非常好 好的可以听到呢 这个张飞对媳妇呢 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她还透露说呢 小哥费玉清是特地为了这对新人呢 来挑选了喜病表示祝福 那么根据了解张飞自己呢 也是包了一个500万元的大红包当作 赫里奥送给儿子哦 那在现场呢可以看见张飞的父亲也是来到了现场 他们三代同堂呢 气氛是非常的欢乐 那么新娘翁欣盈呢 今年只有20岁 她同时呢也是一名演员 她的爸爸呢 是从事这个电影海报设计工作的哦 今年呢年纪也只有45岁 只比新郎张绍怀大了13岁而已 让在场的人呢都惊呼啊 这个新娘的爸爸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那么呢因为今天是订婚宴哦 婚礼呢是预计会在下个月才来举行哦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镜头讲回给彭丽主播 好看到飞哥 哦快要变得飞爷爷了吧 这个小儿子张绍怀今天办订婚宴 他笑得合不拢嘴啊 据说大小儿子好像都要为他添媳妇了